總統 德國院長在電話談到什麼 會批准其成嗎 30號一早 雙英會這才結束 總統馬不停蹄 晚間參加美國商會晚宴 談起聲線號頂案 內線交易疑雲的 中研院長翁啟慧閃電請辭 馬總統臉色一誠 閉口不談 中研院長翁啟慧 昨日傍晚在美國 以健康因素為由 致電馬19總統 表達希望請辭 中研院長的職務 馬總統在電話中並會同意 中研院長翁啟慧二度 提出辭辰 第一次是在29號下午 仍在美國的翁啟慧 透過電話向馬英九 以身體健康為由表達辭義 還強調這樣就可以 不必赴立院報告 馬總統雖然表達理解 卻強調重要職務 不能以打電話方式 說辭就辭 首度拒絕 沒想到30號一早 翁啟慧再度用傳真 递出辭辰 二度招聚 馬總統並未同意 已在辭辰上批示 中研院為我國最高 學術研究機關 其院長職進退事關重大 請翁啟慧院長 謹速回國 向本人及立法院報告後 再與處理 閃電請辭 反而讓原先 疑雲重重的 號頂案更起疑鬥 總統府呼籲 趕緊出面澄清 但翁啟慧 何時歸國 是去是流 恐怕都成為當前 馬政府難解的席題 借上薛啟慧 誒是你小組台報的啊